在Rise后面不要特别加上encoding等UTF8 其实你如果加这个叙述的话 特别重要,你写出去的 那就是UTF8的编码 UTF8的话,如果你给Sale 假设我这边加这个叙述 没加没事,加了之后怎么样 变成说,如果你输出的时候 假设编码方式UTF8 那过来的话,特别重要 这边你再打开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就是乱码了 所以如果你是UTF8 在那个Excel里面 或者是微软的其他程式里面 那就是乱码了 其实这个乱码主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其他的软体公司呢 几乎都用一律都用UTF8 但是只有一家软体公司 他就是坚持不要用UTF8 那一家公司呢 就是叫微软 OK,反正微软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那主要系列可以理解 因为微软一家公司 Windows的市占率超过八成以上 可能之前最高还九成多了 他想说,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 你们这么小一点点,我这么大 应该是你们跟我一样才对 怎么会是我跟你们一样 所以现在会变成说有乱码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什么 你只要编码方式 就是说是非微软阵营做的 丢过来就会是乱码 那怎么办 你就转换一下就好了 你就不要用UTF8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AMSI就可以 所以如果像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要恢复它的话 要不就是这个地方 不要加这个 要不呢 如果说已经发生了 或者人家已经给你档案的话 那你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最简单的方法 怎么解决乱码的问题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这边把这个键头可以打开 如果你们要把那个 report找到那个路径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选择什么呢 选择开启档案用记事本 然后另存新档 你会发现记事本里面不会有办法 另存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改成AMSI 存档 是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重新再把它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乱码的问题呢 就不会发生了 OK 所以以后 如果假如说 人家给你的档案 是打开是乱码 那其实很简单 你就先用记事本定存一下 不过前提是要 一定要是CSV档 如果Excel档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CSV本身就是存文字 只是说呢 它预设的开启程式会是Excel 大概是这样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 再来看其他的题目 这个底下的话 还有一个是开启那个 一个外部的档案 不过我们这一题之前 我想我们先 这一题相关复杂度比较高一些些 我想我们再先看下面这一题好了 待会的话请各位先开一下全省邮局地址这个练习题 那特别注意 我们后面这一题 请各位去下载一个范例档案 这个范例档案的话呢 是在我们云端里面有范例档 这边有02范例档 记得是在云端里面范例档案 然后打开来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全省邮局地址 点VIP的一个档案 那请各位就是直接按右键把它下载 或者开启之后下载也可以 那它因为是一个VIP的档案 所以请各位把这个档按右键 记得解压缩字址就可以了 不要再解压缩到一个目录 不然会变成目录里面还有一个目录 变成你要多一层 所以解压缩字址就可以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呢 就会多一个叫全省邮局地址 总共里面的话呢 有好像25个档案吧 全省邮局地址有25个档 那如果说了 我们希望待会练习的话 其实蛮常发生的 因为25个档通常 我希望全部合并在一个档 有没有 那以前的做法 当然如果你假如不会 用对的方法的话 你可能就什么 Ctrl A Ctrl A就全圆 Ctrl C 然后另外再Ctrl V 然后再开下一个档 再Ctrl A,C,C,C,V 你一直在不断这样 有没有 那也可以合并 可是问题你会被一直在不断的合并 尤其是那个档案如果又给你一个新的 你又要再重新合并 你要重新再来过一遍 OK 那当然就不是好方法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希望用刚刚的方法 你会发现其实在Python里面 我觉得还蛮强的 而且程式不复杂的 就是开档跟写档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开档跟写档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目录里面 假如我们有个需求 我希望可以帮我把25个档案 全部合并成一个档案 然后合并完之后 最好可以把那个25个全部都删掉 留下合并的那个就好 那最好的话还可以把合并完之后还可以再分割回25个档 然后把旧的又删掉 可以合并分割分割合并 感觉起来好像有点困难 所以各位也有点点心心准备 有点复杂 但是确实非常方便 因为其实工作上我发现很多人问我问题 老师我想要快速的做什么档案合并 档案分割怎么做 我说有点难 OK 但是也不是完全学不会 所以今天的话 我就跟各位讲一下怎么做 其实原理文则很简单 一怎么样 我们可能会需要什么 把每一个档案 每一个档案都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 把它写出去在一个档里面 但是写出去的话 我们刚刚写出去是用W模式 W模式叫做复写模式 也就是说你写出去 如果你再写的话 它会把前一个档案的资料盖过去 所以如果你不要复写模式的话 你可以叫做写在下面的模式 就是append的模式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W改成A就可以了 A的话就是append append的就是写到下方 这样的话意思是一样 就是先把三重打开 然后把它写出去 另外的话再开启中立 中立打开写到下面 写到下面 那不就全部通通帮我写出去了吗 所以 程式并不复杂 所以怎么做 请各位第一个先帮我把这个档下载 第二步的话思考一下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档案 我就不把这些档案call过来 因为call过来的话 它变成说它这边太多档要call过来 那我们刚刚member 为什么可以直接 因为一个档而已 所以先跟各位讲 如果像刚刚那个档 假如说我把member.tst这个删掉 那我用下载的 像我刚刚有下载一个member.tst 在下载里面 这个 那如果说我现在执行 它一定会出现什么 我把它删掉了 所以它一定会找不到这个档 有没有执行的话 它一定会说它找不到这个档 有没有 它说file not found l 有没有 错误 找不到这个档 那怎么办呢 我就跟他讲说 我的档案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这里 哪个地方 特别注意 交过一个方式 建议就是说 其实路径的话 尽量也是用复制贴后 比较比较精确 但是下载的这个地方有没有 你不然点一下 习惯它没有路径 那怎么办 我的习惯是我先进到这个路径 进入到其中一个目录 再点上面一下 这时候上面就出现 它是在哪里呢 C冒号 我这个是User时的Typey的Downloads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记得贴到这个地方 把它贴上 我是建议的 你用贴的比较安全 不然的话光打这东西 打错机率太高了 贴的话 但是请特别注意 这个反斜线一定要贴 如果没有贴 那它找不到 因为反斜线指的是 那个资料夹底下的那个档案 这个有点像根目录 就是说那个的目录底下 少这个都不行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执行的话 我看一下会不会出错 出错了 为什么错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反斜线 在python里面 是程式的一部分的语法 所以 它变成说 它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到底是语法的一部分 还是根目录符号 所以如果要正确的话 应该是要怎么样 在这边加拖曳字员 有没有 反斜线 反斜线 这边要多加反斜线 如果你没有加反斜线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 语法上的错误 它会跟你讲 unicode escape 就是拖曳字员 它这个符号 是程式的一部分的字员 所以要把它做一个反斜线 执行一下 OK 诶 怎么没东西 report 我看 这档啊 我看它这里面应该有东西吧 membre.tsd 诶,有东西啊 utf 对,没有print 难怪 我的错 这地方的话 多一个print 难怪没有东西 所以其实它有run成功 只是说没有print出来 OK 我刚刚把它关掉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OK了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这边反斜线太多了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如果你一整串里面 都有这些 都有这些反斜线符号的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你可以在这个字串前面加一个小R的一个标示符号 跟它讲说 里面的那个反斜线 我其实有很多个 那你如果加个小R 它就不用再拖一字圆 否则的话 你一串的话 全部都要加一个反也很麻烦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小R 代替那么多的反斜线 OK 这个也是一个要特别注意的点 好 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出现也OK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不要一直 反斜线的话 那就是在前面加个小R 这个是 如果你的档案 并不是在同一个我们SRC目录底下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方法一 好 那我们知道之后的话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全省邮局地址合并起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这边是已经有一个合并完成的 我弄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就这样吧 执行一下 合并完成 那你会发现在底下 我是把它写出去叫什么 叫O.TST 后面一个A模式 程式其实就这么多了 OK 也没有更多就这样而已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 这个 那个全省邮局 这边有个O.TST 打开的话就是全部合并的结果 可是要怎么做 其实最大的关键是什么 一 我们要不断的开档 二 我们要不断的写档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那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上面 你需要有个list的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就是需要什么 这些档案的名称嘛 有没有 你就一个一个把这个名称 放到这边来 让它去开启 开完之后把它read 然后把它写出去 写出去用A模式 不就最后合并完成 其实并没有很复杂 只是说最难的地方 我们要如何建立这个清单 你想说 当然比较笨的方法 至少土法链钢吧 可是土法链钢 感觉好像说老师有比较快一点 但是好像也快不了多少 OK 还有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式 连那个清单也可以自动产生 如果可以自动产生最好 还有什么方法 OK 如果可以的话 那这件事情真的就变简单了 你只需要汇个for回圈 就开档 写档 开档 写档 就最后合并完成 OK 所以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就是 刚刚那个member 我是把那个member先删掉 然后我是去下载云端上面 的这一个 OK 就把这边做个绝对路径 待会思考一下 如果我要做刚刚那件事情 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